空是讲的真如本性 性是空极的 本性就是真心 真心是空极 无相 无相是不着相 相是有的 相是假有 相是相识有 相不是真有 所以对于一切相不知主 空就是心地清净 本来无有物 事处事件 一切法相都不知主 无愿是没有妄想 没有耻着 这叫无愿 这些菩萨他们所住的 心地清净 不着相 无妄想之主 这叫无愿 我们今天修行 说实在这话 障碍太多了 我们唱一下 业障深重 这五个字 是消除 业切业障的灵丹 空无相无愿 在佛门里称为 大三空三昧 就是这一句 我们今天 我们今天 与这个五个字 恰恰相反 第一个 我们心里说 有 空不了 不但有 有的太多了 无量无别 速度受不清 就是有 无数的牵挂 这个有啊 这不空啊 对外面呢 着想 一些万象当中 有喜欢的 有讨厌的 知识了 这个与这个 违背了 有愿 有求 所以与这五个字 完全相违背 这就苦了 所以这五个字 我们要牢牢 记在心里 佛法 学佛的人 在这个世间 一切 随缘 不叛征 千万要记住 出家在家 通通一样 因为我们 目标都是一致的 求生希望 极乐世界 心不清净 着想 有愿 有求 都障碍你 往生 障碍你 清净心 换一句话是 念佛 功夫为什么 不能得一听 为什么不能得一心 你去找那个原因 原因不外乎这五个字 所以你就晓得 这五个字的重要性 所以要尽一切可能 去做